曾庆红翻云赋予敲打习近平习近平还击,来个大动作,中美贸易战已让北京当局面临困境,港媒日前看文称,北京现在应该向美国总统川普认输,以减少在贸易战中的损失。 不过该媒体前两天鼓吹北京有王牌可重创美国硬强硬反击美国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分析,一个独立媒体发表不同观点很正常,但具有江派曾庆红背景的港媒常常与习近平的态度,反向操作给习近平施加压力。 台媒报道范冰冰偷税案,背后目标,是习近平打击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范冰冰事件迁出了大陆娱乐圈背后偷逃税,假票房,资金外流,圈钱,洗钱,明星充当白手套等重重黑幕南华早报。 北京英向川普认输美国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后,中共跟进暴富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课税冲突进一步升级。 香港南华早报8月10日刊文称在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美欧投资限制,升级之际中共内部似乎已认识到, 针锋相对的报复策略已经失败,没有给中共带来多少好处。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文章,称为了摆脱现在的困境北京应该和川普直接交涉,向川普认输已减少在贸战中的损失。 虽然对北京而言这很困难,也很尴尬,贸易战开打后北京做出针锋相对的报复战略这或许有一些误。 刊文章趁北京要么低估了川普,在贸易政策上的决心,要么低估了华盛顿建制派内部的反华情绪文章指现在,北京所有人应该都明白局势有多么艰难,而因此北京必须开始改变特略。 南华早报北京有王牌应重创美国不过8月7日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文章,则鼓吹北京可以强硬反击美国短短几天掉门。 180度大转弯文章指,美国总统川普与北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北京或许可以毫不留情,但对华盛顿采取强硬措施。 是时候加大赌注作一些回击了文章,趁川普现在开始补偿美国农民和相关企业,如果北京意图对美国增加压力,这将是最佳反击时机文章指,北京暂停购买或者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将会对华盛顿造成双重打击。 如果在美国战券市场拿起武器,那就会引发毁灭性的后果,令美国经济陷入混乱。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文章趁相比俄罗斯在今年年初的抛售美国债的举动,北京如果效仿将令美国经济陷入混乱。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仍然可以赢得贸易战,北京可以通过温和的或者强硬的方式进行反击和回应。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篤然,此前分析抛售美债,将引发严重负面作用,不可能重伤美国受伤,但可能倒是中共自己。 南早的曾庆红背景和习近平的反击。 2017年7月21日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访谈,时表示南早是曾庆红控制的媒体。 南早已经染红多年海外媒体,对此,有过一些报道如前南华早报,中人对自由亚洲透露。 有江泽民派系背景的总编王向伟于2015年11月6日辞去总编辑一职。 程晓农说马云虽然是中共购买南华早报的出资人,但对该报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却在中共港澳工委手里。 港澳工委的实际控制人是曾庆红,对于曾庆红的运作习近平也并非束手无策。 台湾时事观察员黄世聪日前接受台媒采访披露,范冰冰事件牵出了大陆娱乐圈背后偷逃税,假票房,资金外流,圈钱,洗钱,明星充当白手套等重重黑幕。 由其牵涉出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等人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表示,习近平打击娱乐圈洗钱逃税。 对他来说,至少有三重好处既可以打击政治对手,又可以收钱回来,还可以转移中美贸易战的注意力。 中美贸易战把中共打回人形瑞士新苏黎世报,提为牢骚满腹的夏天,为什么习近平陷入了困境的客席评论,则注意到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正在削弱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权力地位。 文章的作者是怀疑美国政治学教授裴米辛,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尽管中美贸易战的经济后果,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特朗普挑起的这场冲突,已经对习近平构成了截至目前的最大威胁其原因,则远远超越经济层面。 习近平反复提及民族复兴,中国梦,但是中美贸易战清晰的表明,中国依然非常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国的科技,如今的中国和当初的世界霸主地位相差甚远,也不具备重新划分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这证明当今中国不过是民族巨人。 裴米辛对习近平的未来治国路线做了分析,一是他继续现有路线,中国也会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会强化针对习近平的负面看法。 二是习近平改变路线则有可能因为承认自己此前误判形势而导致生育受损。 裴米辛还说今年夏天中国上下弥漫的不满情绪清晰,代表明习近平需要一套新战略,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